大半夜一輛白色大貨車 嚕嚕嚕嚕進廟前廣場 廟前沉堆的金紙是集中還沒再去燒 而車上三名年輕男子 鬼鬼祟祟下車開始拚命斑 廟房隔天一早才發現 集中在門口大量的金紙 怎麼都不見了 連忙報警 這起偷窃案就發生在四號晚間 台南市的台灣守廟天壇 原來住在台中的高姓南大生 兩年前曾經到天壇發院 如果順利考上理想大學 就要燒金紙感謝玉皇大帝 兩年後他再度回到天壇 而他還願的方式 竟然是半夜找兩名友人住正 偷搬走價值六萬多塊的金紙 再到仁德的一間土地公廟焚化 還是學生沒錢買竟然都歪腦筋 偷搬別人花錢買的金紙 不管動機如何儘管廟方只打算口頭告誡 但偷窃是事實屬於公訴罪 三名大學生依竊鬥最嫌疑送 TVBS新聞顧手窗談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